我是推销香皂的 鹤岗这一带 最近出现了一个卖香皂的大叔 他靠赠送香皂迷晕贪小便宜的人 然后从他们身上拿走钱财 警察也接到不少报案 可每次都没留下证据 所以香皂哥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就在刚才 香皂哥用同样的套路骗了三个人 不过这次香皂哥遇到了傻子哥 因为他感冒所以没被香皂上的迷药迷晕 你也躺下 躺下 见到香皂哥不讲武德 他还把香皂给丢了 香皂哥不想和傻子一般见识 只能搜刮了两个农民工身上的钱财离开 等他们醒来后就立马报了警 警察这次终于有了物证 而此时的香皂哥又找到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一个贾和尚 不用闻 就指的是好香皂 谢谢你啊 不闻 怎么指的好呢 你闻闻 贾和尚看了看香皂 就揣进了兜里 然后开始编故事 阿弥陀佛 妙脸 着火了 东西 都少 我没什么可给你 你摸一下 我可以给你带来好运 施舍点钱财 重修妙语 造福人间 听到贾和尚的话术 香皂哥就认定对方和自己是同行 都是靠坑蒙拐骗杜日 可贾和尚却否认自己是骗子 出家人 不打狂言 别装 既然是同行 各走各路 香皂哥不想和他再说下去 就准备各走各路 贾和尚说 不愿施舍 可能你有难处 可能你也只有香皂 再给我一块吧 庙里的东西 都烧了 不能再施舍了 那好吧 你摸摸我 毕竟你施舍了一块香皂 来 来摸吧 这是我们的缘分 香皂哥听后摇头拒绝 贾和尚说 信仰还有没有号召力 我啊 还有没有号召力 香皂哥见他这么不要脸 便转身离开 还没走多远 贾和尚用摸过香皂的手去触碰馒头 结果吃了馒头就晕了过去 香皂哥健壮立马上前 当然这次并不是捡装备 而是希望和尚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他虔诚地将双手放在贾和尚的头上 心中不断恳求佛祖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不久 他在地上的贾和尚被傻子哥发现病叫醒 傻子哥见他可怜 便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中 不仅给他饭吃 还把热炕让给和尚 鉴于两人的信仰不同 傻子哥提议两人轮流到外面念半小时经文 这样两人就互不干扰 毕竟在他人屋檐下 贾和尚只能说傻子哥的安排很人性化 很人性化 傻子哥是真有信仰 他虔诚地念了半个小时 可贾和尚并没有什么信仰 在外面站了半个小时 一个字没念出来 还差点被冻死 傻子哥把贾和尚当成了哥们 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傻子哥说自己一直在找母亲 可怎么也找不到 而这段时间 贾和尚也被傻子哥的单纯善良感动 于是他向傻子哥坦白自己是个骗子 并保证自己不会骗傻子哥的 傻子哥知道真相后犹如情天霹雳 二话不说就把贾和尚赶出了家门 就这样 贾和尚又过上了流落街头的生活 有时候 有意的小船就是这样 说翻就翻 另一边 张警官把香皂带回警局调查 发现国内并没有这种香皂 雷警官想看看香皂是不是真有那么大威力 就让张警官试验了一把 没想到张警官闻了之后 不出三秒便倒头睡了过去 雷警官是怎么叫都叫不醒 于是他只能等张警官自然醒 等了几个小时后 张警官自然醒来 雷警官问他什么感觉 随后张警官便开始追查香皂的来源 他到陈静的家中查看情况 听到动静的香皂哥赶忙躲在门后 其实张警官对陈静也有点大的意思 他还拿香皂让陈静看 可陈静直接就把香皂丢了 这后香皂哥又去推销自己的香皂 路上碰到个大妈 香皂哥看了看大金镯子 露出迷之微笑 然后扭头就跑 大妈见状并不慌张 而是淡定地吹了一声口哨 就这样 香皂哥被两个大汉搜刮了一遍 与此同时 被傻子哥赶出来的假和尚也遇到了大妈 就这样 假和尚也被摸了 两个大汉看到两人都是同行 就让假和尚揍香皂哥 假和尚下不了手 两个大汉就让香皂哥揍假和尚 他也下不了手 最后还是老太太让两个大汉离开 才让两人没有受皮肉之苦 事后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其实两人说的话 屏幕面前的你又何尝不是呢 你手法很先进的 你手法太狗手 我其实是能痕起来的 我有时候就痕不起来 我有焦虑感 我无非疾感 你好相处